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盛唐以来就是皇家文脉之地 这里是中国西部电影的策源地 这里是中国电影第四第五代新生代旷世英才们起步的地方 这里承载并完成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对话的梦想 西影的崛起 西影制造的影片 让国人震撼 让同行惊奇 让世界向我们走来 五十年前 第一批西影人出现在古都西安的地平线 他们经过八处地点的对比筛选 最后把西影长址确定在具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大雁塔旁 五十年前 第一批西影人从麦田荒草中采出一条道走来 在西旁搭起的会场上聚集召开成立大会 这是公元1958年8月23日 从此共和国在西北地区有了第一个电影制片场 从此在西安城市的版图上出现了新的一条道路 名叫西影路 从此在这块土地上成就梦想 存放他们命运的人就叫西影人 五十年过后 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选定这具有深厚的文脉之地 西影厂的前辈们是何等的独具慧眼 就在这里 台延渴望艳塔 举步就是曲江 就是这样 谁成就了西影 西影就成就谁 繁华四锦 星光灿烂 一波波的集结与冲击 一次次的迎战与突围 西影人开风气之线 寻民族之源 锻造出中国西部电影的金字品牌 西影厂 遍地英雄 高手如云 在中国影坛掀起一股股旋风式的亮点 杨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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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你上 看着你落 月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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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影的影片 再接再厉 以其中国的大西北特色 让国人重新认识自己 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西影的影片 最能代表西影人的品性与价值取向 不同时期 不同样式的影片 正是西影人走过的艰难光荣的荆棘路 五十年的西影历史本身是一部传奇 西影的崛起是西影人创造的奇迹 西影人的刻苦努力 敢想敢干 切而不舍 不按现状的探索与创新思维 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了西北人 广阔强悍的精神世界 公元2008年 正是西影五十华旦 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在这个 曾经是地处西北异域的 西安电影制片场 它是如何在古老的中国的东方 在中国的西部掀起了历史的巨浪 它神秘的力量源于何方 西影人真正意义上的狂飙突进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硕 中国国转换为影像的强烈冲动 那是迷茫的时代 疑惑的时代 那是失望的冬天 也是希望的春天 1979年 西影人毅然奏响了时代的春雷 这就是影片生活的颤音 用滕文记导演自己的话说 中国的这批所谓的第四代导演还都没拍片 那么等于我是第一批的拍片 这是长期压抑下聚集能量的释放 这是青年一代对民族危机与未来的思考 他们理想改变电影现状 从形式和内容的变革 他们有志气 有想法 有思考 有才华 有毅力 有充劲 人年轻 他们是 吴天明 滕文记 严学树 陈凯歌 张艺谋 田壮壮 姚首岗 黄建新 张子恩 周晓文 何平 李云东 金音等 西营五十年留下一个艺术品牌 那就是中国西部电影的艺术现象 1984年春天 电影美学家钟电飞就西营影片人生黑炮事件获奖 他夜不能寐 披荆斩旨 说道 你们的努力是对当前中国电影的巨大贡献 你们已经表明西营坐落在一个有1300年历史潮流的古城之中 而你们的思想 你们的电影却并不古 你们在领导时代新潮流 他还说 欲是西北的 欲是全国的 并且断言说 中国电影的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 资深评论家罗易军说 在中国第一次自觉的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形 则是中国西部片 电影评论家徐庄说 红高粱老景的获奖 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 西部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和世界对话的重要渠道 更成为国际影坛一个知名品牌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如先生说 西营50年的生命 给我们这个世界 已经留下很多不可磨灭的东西 用新时期的篱笆 来开垦西部电影的处女地 太阳有的时候 是从东部的对角线西北升起来的 西营30年场庆时 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少亮指出 这几年西安在国内外知名度有很大的提高 原因有两条 一是秦兵马俑 再就是西营的电影 著名作家高建群说 我们已经为这座程西宇的新唱 而感到骄傲 感到荣耿 他还说 西部电影有一度曾经让世界震惊 大有成为中国式的好莱坞影城之事 西营50年 共给我们留下了260多部电影 其中有一百部可谓精品之作 这些影片代表了西营走过的道路和岁月 几乎全都能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 九十年代 西营影片在全国名列前茅 出口影片占全国出口影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居全国首位 以至于在很多年间 在很多国家语言中 中国电影被翻译成西安电影 五十年西营影片 共荣获国际国内280多项电影奖 一九八六年 电影野山获第六届金鸡奖六项大奖 创一部影片获众多奖项先例 一九八七年 老景在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 荣获四项奖 红高粱又一举夺得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大奖 这是该奖设立三十多年来 中国电影首次得到这一殊荣 一九八八年 在深圳举办的第十一届百花奖和第八届金鸡奖的颁奖大会上 在所有颁奖的二十五个奖项中 西影一举夺得十五枚金牌 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奖项 创双奖设立以来 一个厂家在一个年度中获得奖项的最高纪录 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五年 有五十七部影片荣获国内外大奖 有法子克 黄河瑶 双齐震刀克 大话西游等 站直拢别趴下获奖十三项 背靠背 脸对脸获奖十二项 这一期节目怎么必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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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广电总局赵石副局长赴西影调研 以及陕西省委省政府各级领导都亲临西影视察指导工作 西影时代的骄子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程上 肩负着西部文化强省的重任 以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先进文化 坚持科学发展翻队主旨的新西部电影的崛起 势不可打 西影五十年也是我们国家人民难忘的一年 我国举办北京奥运会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 建国六十年 我们精心准备了电影高粱花子 南泥湾 悲壮的历程 挑战极限等多部电影 作为吸引人的献力 08年 国厂电视剧生产依然喜人 保卫岩 观中风云 中国商人 防红等一批剧 将会陆续与广大观众见面 在这一年 四川汶川等地人民遭受特大地震灾害 西影的艺术家们冒着余震冲进灾区 完成了512汶川不相信眼泪 中国首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影片 西影五十年 我们非常幸运地处在中国历史变迁最迅级的年代 每一部优秀的影片 都标志着我们思想创新的高度 正像我们的昨天一样 未来仍会充满困难 但思想引领我们光荣前行 世界永远掌握在思考者手中 末道人生不再少 门前流水 沙不能吸 今天 西部电影集团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坚持机智创新 国营老企业平稳过渡为现代企业 幻发了青春 影视产业 经济效益 走上了一个良性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部是令人浮想联翩的地方 西部人上过野山 下过老景 种植过红高粮 西部电影是令人神往的电影 今天 面对星光灿烂的新世界 西影五十年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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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